不關本台時,大家都知道我另一個節目,即是別台,不是本台 如果想知道,看Facebook,免得在本台再說別人台的名字 即是解密節目,其實星期五是轉到時間,明晚9點至10點 下個星期開始,我Facebook都有說,下個星期開始 那邊的解密節目會變成直播 首先講交吹,那關於自己的節目先吧 大家知道我正在做一個解密節目,不是這個平台,看我Facebook的詳情 明晚會是2019年第一次的直播,因為之前2018年很多時候都要用六播 2019上星期一集都是六播,那星期五播 明晚如果大家仍有空,可以上來支持那邊 在9點至10點,如果大家遇到時間,我會見到你們的 如果見到你們就回應一下,進來打個招呼 都可以,看看能不能重新直播氣氛 因為都不是我的主意,那邊想有一些新的玩法 所以嘗試希望全面直播 不能夠用... 在這裡沒有集數再講 所以唯有這樣講,大家知道我暫時都在另外的平台 例如未來都是都市黑幕 可能會間中放一集半集,繼續補回這些 例如有些什麼未講呢? 我發覺原來抽協員的無差別殺傷事件是未講的 原來這個三億日元事件是未講的 未來唯有用其他的平台去嘗試慢慢去講 另外就是...還有什麼呢? 大家覺得可惜... 另外真的很奇妙,真的沒有部署過 因為我一直畫完這個節目,真的沒有其他想法 也有一句說話也不改變 除非... 一隻有除非兩個字 就是這個節目除非是特殊情況之會 一般來說,叫我再專門講日本的一些犯罪事件的節目 像這樣收費形式 我真的一定是不會做的 我講過了 除非有個例子 有一個姓李的人叫我 男先生,這條目嘴我看你那些好像幾點 我訂幾億給你,不如繼續做吧 李先生,你給幾億元 不是啊,我香港賺錢賺廣幣 讓你給幾億廣幣,我沒理由不做 但現在沒有這個offer 無厘頭,完結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些人就聯絡我和我聊 有沒有方法變成另一個形式 我叫停這個節目的時候完全沒有部署 但剛才那句仍然成立的 不是啊,李先生找我呢 有幾億給我呢 其他一般狀況之下 叫我再做入專門講日本最愛的節目 就不用指矣了 唉,不要搞我了 即是這樣的形式啊,做三節啊,收費 不要搞我了 不過過程中,真的越做一集 我們就越鬆了口氣 越放下包袱 舉例我一百三十多磅 好像放下放下放下 好像機,即是好似 當然沒那麼輕 好像只剩下現在八零幾磅 心理包袱放下很多 因為星期四出現和大家做直播 其實不僅是星期四的功夫 例如今天可能做一些圖 那些東西 其實之前通常是怎樣呢 每個星期一或星期二 就選擇那個星期四做什麼案件 你知道我是執著的 上次講的強姦 今次講保險金殺人 下次就不要再講保險金殺人 講其他 那你有這些要求的時候 你就會選得辛苦 去到後期講了二百多單 越選越辛苦 去到星期三 都未必去做自己的手集 因為自己的手集 不是只用維基採取 或者不是有個網 都齊了 有時候要看書 看書是比較糟糕的 即是狀況 就揭曉了一些重點 通常可能是網 日本人做了整理 那你有幾個資料 就要將它三碗水煮一碗 這些又那邊又要怎麼整理 是花功夫的 所以不僅是星期四功夫 我只能這樣講 不捨 我反而只是有些不習慣 每個星期四上來和大家做直播 除了有時候 我不是在香港 或者是特殊情況 過年 休一閘之外 全部都是一路 和大家一路 是賭過 每個星期四 但是這個決定 也是一個必須要做決定 我講過 就是回去專心做寫作 另外如果大家還知道的話 就譬如其他節目 暫時 你也知道我都是一些 不是風雲而外問題二 在這個平台 講別人的事情 可敢死 但我在別人的平台也有講 重大犯罪科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 在《晴朗力聲控解密》 另一邊的平台 就快到十三集 就會完結 然後會做回都市黑毛 我已經預計有些雜數 例如這邊 我講過 上次澳母真理教的 第二把交椅的 村井秀夫 被刺殺的事件 是有些陰謀之類之類 過去也有一些 原案 即是解不出一個謎 當陰謀論版 我就會部分 會放到市黑毛 柴友女 就是柴友 柴友 也是年ацион 並被刺殺消事的事件 演員 一些沒有答案的事件 跟皮奸美投資 好像還未試過 當局的發言 Vivek